又到了918纪念日勿忘国耻的同时我们也应记住那些曾经为了祖国,为了和平奋战的人们,1931年918事变爆发,有一个孩子才刚满十岁,此时他的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正是这个决定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顾景元新闻背后有你不知道的世界,1950年8月沈阳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首的就是曾经的维满洲国皇帝溥仪, 他们作为战犯从苏联被遣送回国从怕入国境,那一刻溥仪就一直极度恐惧,因为他听说他们这些战犯回国之后就会被处决,所以他一路上战战兢兢,丑态摆出直到一个年轻人,走到他的面前在辅射战犯管理所,改造的溥仪这个年轻人,叫张梦时视为马州国总理张景慧的儿子曾和溥仪一起作为战犯被关押在苏联五年底,溥仪提前三个月被遣返回中国上途,从左往右分别为张景慧,儿子张梦时和直的张上, 看到张梦时还活着补仪欣喜若狂,终于相信,中国政府是不会杀害他们的,只是那个时候的补仪,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文质兵,兵的总理公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红色客官生来安乐宠来家世,凡是知晓张梦时家世的人都会忍不住感叹,为满洲国总理之子一个从小生活环境,如此优渥的小少爷究竟怎么就成为了红色客,供他的前半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1921年,张梦时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在他出生的这一年, 他的父亲张景慧已经51岁了老,来得此自然分外宠来张景慧,给自己的这个儿子起名为张少计,张梦时和父亲所在那个战略的年代和其他家庭的孩子比起来张梦时,无疑是时,分幸运的因为他有父亲的硬币,他的父亲张景慧,虽然出生于贫寒的农家,但是去亭界,自身的才干和交际能力,爬到了陆军总长的高位, 还是东北王张作霖的结伴兄弟在当时的东北张景慧的赫赫前世,足以让妻儿过上紧一一时的生活,而且与当时很多粗鲁蛮横的凤隙军官不同张景慧,对待家人实则和蔼,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妻妻子女,还是对待家中的仆人,始终都是轻收谢语,对待自己的小儿子张梦时张景慧几乎是百一百顺, 所以在孩童时期的张梦时,眼中他所看到的父亲并不是外人眼中元素令人的,放弃高光,而是一个老好人晚年的他,曾经回忆起父亲,这个老头从没何人在家,低头吵过我那些母亲,有时候跟他吵啊,说些不三不四的他,自己抽自己的水烟不理他们比我母亲好,张梦时晚年谈起父亲因此无论他能力还是人品上张梦时,对父亲都是非常勤养而久,一般让他沦为汉奸的儿子与此同时,家族的显赫,父亲的宠爱也为张梦时, 同时拥抱了一个坚实的屏障年幼的他依然伸手,但来张口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质变,东三省的百姓即将面临多么凄惨的处境,直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这个时候东北的局势一发紧张,整个张公馆的气氛也和以往大有不同,张梦时不过是个十岁的函,子确也已经感受到父亲的惶恐和焦虑,而时的张梦时张公馆的仿册络络络来自古,从群体的说客们都希望张景慧能够站在自己的阵营, 一直对东北怀着野心的日本军,方也怕人前来劝说张景慧,希望张景慧能够投靠日本人张景慧张景慧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比时日本军方在东北虎是单单而年轻的东北,军上帅张学良已经撤退回关内,到底选择站在哪边是一个艰难的角度不过没过多久, 张梦时知道了父亲的选择是什么哥哥告诉他父亲选择了屈服于日本人当上了日伟,而官员张梦时成了汉奸的儿子这件事情,对张梦时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那个善良温厚,总是像个老好人一样的父亲竟然被叹国家,成为日本人的走狗,虽然他只是个孩子在,是已经知道了汉奸是令人不齿的王国奴,是可悲的,但是更为可悲的, 是,作为一个别人眼中汉奸的儿子,他没有能力去替自己辩血更没有能力去改变父亲的决定多度日本力图到国918,是便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而彼时的张梦时,从一个不知世事,艰难的孩童一夜之间长大知道了王国奴,而悲惨的汉奸家庭,的耻辱,1935年,父亲张景惠,接受日本人的任命,成为伟满洲国的总理大,陈张梦时也变成了总理之子,伟满年代的张景惠这个名头,带给张梦时的并不是荣耀, 而是巨大的虚辱感他不知道,该怎样宣说父亲和日本人撇圈灾系,也不知道自己能够为先冲百孔的国家做些什么,幸好有一个人成为他的指路名灯,这个人叫丁飞原名张绍雄,是张梦时的堂哥比他大,二岁编分在当时三德上是一个十分积极的爱国,今年他阅读,有很多进步书局十分崇尚,共产主义向往苏联的社会制度,张景惠,西科林徐子卿,张景惠,张绍继张梦时和侄子张绍为丁飞 张梦时从丁飞那里了解到很多关于国内外籍史以及世界政治制度的知识,被建设起一个强盛的中国新生向往可以说丁飞为张梦时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户,后来丁飞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与张梦时,书信往来频繁少年时代的张梦时,对这位堂哥的博文多时, 佩服,不宜按下决心也要像堂哥一样增度日本学习先进的理论,以图报国,他开始不停地和父亲诉说自己想要出国留学看看更大的世界,张景惠,向来,对这个小儿子十分宠爱,虽然心中不舍得他离开,却也梦认了他的决定,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爱若珍宝的柚子,在几年之后会成为潜伏在他身边的红色破公。 1940年,19岁的张梦时如愿以成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克伦这衣,去如同骄龙入海,张梦时,在日本潜入地下旅见其宫张梦时盒子,挤得堂哥丁飞一样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丁飞的引导下张梦时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并加入了东北流日青年旧王,会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很快张梦时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办成了一件大事,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军队损失惨重,而日本的重要军事人物, 山下奔文,这具象成为次大龄日夜玄,新的一件事情,他是南下侵略南亚地区,还是与德国联手攻打苏联青年时代的张梦时,这件事情关乎着苏联兵力的要动,也关乎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局势最终刺探军,事情到的任务交给了张梦时他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想办法接触当时维满洲国和日,本方面的逆见,为了避免父亲怀疑,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多学习,其经验革知识为了今后更好的为父亲分忧这番说, 辞令张景会兴畏不已办公室任,由他出入张梦时每天都会谨慎周密,三月扑信办公室,里的文件终于让他找到了线索,一份记要文件上显示着日本关东军的经验部队,正在南下集结,而与此同时他也得知山下奔文,已经辞去满洲防卫军辞令,一直这两个迹象,充分表明一个事实,日军此三进攻目标,是在南亚而并非苏联张梦时, 迅速把情报传递了出去自大林很快,就收到了这一情报,解除了后顾之忧,毫不犹豫,将兵力调网,对德作战的前线促成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1943年,张梦时结束留学生然回到了东,北成为地下组织,安插三维满洲国的一把尖刀,他利用自己总理之子,的身份结交了当时维满洲国,上层的许多政要,以及日本军方的重要人物 远远不断地将此叹道的情报传递出来,双重身份,让他备受煎熬,作为一个潜伏者张梦时是十分优秀的,但是作为一个儿子张梦时的心中,却承受了太多的拷问,以煎熬平心而论他与其他与家庭决裂的革命者是大有不同的因为抛弃政治上的纷争,他的父亲在他的心中是一哥文和甜蛋的好人对他更是爱护有加,从未有半点,苛德童年的张梦时在父亲的溺爱下甚至九岁了还不会自己提褲子,自己的做法,究竟是一个前伏者张梦时的心中, 但是对孩子错张梦时毕竟受传统文化影响脱身中孝男两全的困境使他十分纠结,归根到底,他之所以能够大展身手依靠的其实是父亲张景慧,对他百分之百则信任在其他的为满官,远眼中他也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孩子但作为一名红色特工,他其实是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和家庭内心的纠结,一直在反复拉扯,给他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东北身为总理大臣, 但张景慧和手下的许多大臣已经策划好了方案打算逃跑张梦时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向苏联方面进行汇报苏联军队,很快根据这个情报抓捕了张景慧及其部下张梦时的大一面心使张景慧一夜之间,从总理大臣沦为阶下囚,张梦时的心中一十万分不认赞,是他能怎么办,如果不及时报告,这些委满政要都会逃之,压压不利于战后对日本的清算和追责国家和自己的小家之间,张梦时再次选择了钱, 折死后张梦时也和许多维马周国的高官一样,作为战犯被带到了苏联因为苏联需要,张梦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同时继续潜伏在高端之中,拉清他们的思想动态直到1950年,被拘禁五年之后张梦时才被引渡回国,获得了应有的待遇,因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正式由张少继,改为张梦时,因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已经建立理想之梦都,以实现其实,在那个年代张梦时这样的潜伏者并不只是孤立事实,上当时的东北, 刘日清年旧王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出身,以为马周国的上层家庭他们都和张梦时一样,选择了背叛家庭终于祖国,可谓是舍小爱寸大义,为了供建新中国的理想,他们舍弃了家庭,投身来党的事业,而这背后又是许多人难以承受的痛苦背弃家庭的选择使其内心不可谓不煎熬,但是为了新中国他们又都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晚年的张梦时,然而这种行为也存在着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这种利用父子感情, 获取平报的行为是一种大不效,也有人认为身处乱世应当把国家和黎民放在守卫中笑之间来以两全,这种时刻究竟该如何取舍?